公宅正见跳票!科,开工2万户很厉害的! 北市兴隆住宅2区8月1日开始招标,房型规格曝光,除了有12跟16平一房的规格,还有3房36平的房型,而且租金是市价的85折,只是现在柯文哲就被质疑,4年前曾喊出要在4年内带2万户公宅, 但现在第一个任期都要做满,却只有2600多户,被批评是证件跳票,但他强调2万户是指开工非完工,已经很厉害了! 图TVBS 记者,刚好要来拉票吗?北市长柯文哲,hold你,宗教票也是很重要,我们是服务的团队 北市长柯文哲,抢松教票,对住师傅谈都市道场和法化,现在随着选战逼近,柯文哲先前抛出的证件也一一被检视 北市长柯文哲,这我看过了,我之前检查过了 图TVBS 图TVBS 北市兴隆住宅二区抢在8月初招标,市长柯文哲这回强调不用再看房,就因先前视察没问题 北市长柯文哲,跟医院同样等级,还有发电机备用发电机 厨房未遇前十分离,还有户外天台,PU跑道,以一房来说,月租加租金补平每月最低仅2100,但主要价位则落在7100元到9400元,两房一万2000起跳,三房月租21000元,是市价85折 而现在柯文哲就被质疑,这四年来说法都在变 竞选时柯文哲发豪雨,四年二万户公宅要完工,上任后,在105年5月首度把完工改成开工,接住2017年3月,二万户变成1.8万户,四月又三度调整为1.2万户动工,12日在居住正义论坛第四度修改,要加入包租贷管 图TVB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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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5年5月首度把晚宫改成开工,接住2017年3月,2万户变成1.8万户,4月又三度调整为1.2万户动工,12日在局著正义论坛第四度修改,要加入包租贷管。 图TVBS 北市长柯文哲,开工2万户而已,哪有怎样有什么问题?记者,你觉得说词都一样?北市长柯文哲,都一样,差不多。 柯文哲仍强调,四年来他说词大致一样。 北市兴隆住宅2区8月1日开始招标,房型规格曝光,除了有12跟16平一房的规格,还有三房36平的房型,而且租金是市价的85折。 只是现在柯文哲就被质疑,四年前曾喊出要在四年内带2万户公宅,但现在第一个任期都要坐满,却只有2600多户,被批评是证件跳票,但他强调2万户是指开工非完工,已经很厉害了。 图TVBS 记者,刚好要来拉票吗?北市长柯文哲,hold你,宗教票也是很重要,我们是服务的团队。 北市长柯文哲抢宗教票,对著师傅谈都市道场合法化,现在随著选战逼近,柯文哲先前抛出的证件也一一被检视。 北市长柯文哲,这我看过了,我之前检查过了。 图TVBS 北市兴隆住宅二区抢在8月初招标,市长柯文哲这回强调不用再看房,就因先前视察没问题。 北市长柯文哲,跟医院同样等级,还有发电机备用发电机。 厨房未遇前十分离,还有户外天台,PU跑道,以一房来说,月租加租金补贴每月最低仅2100,但主要价位则落在7100元到9400元,两房一万2000起跳,三房月租21100元,是市价85折。 而现在柯文哲就被质疑,这四年来说法都在变。 竞选时柯文哲发豪雨,四年二万户公宅要完工,上任后,在105年5月首度把完工改成开工,接住2017年3月,二万户变成1.8万户,四月又三度调整为1.2万户动工,12日在局著正义论坛第四度修改,要加入包租贷管。 图TVBS 北市长柯文哲,开工二万户而已,哪有怎样有什么问题?记者,你觉得说词都一样?北市长柯文哲,都一样,差不多。 柯文哲仍强调,四年来他说词大致一样。